台电基隆区处最近将门面唤新 不但融入了基隆在地的风景 还加入了绿化植栽 更提升了员工的服务品质 要让民众有新的感受 基隆港风光 基隆书道会会员的作品 生意盎然的绿色景观 从9月底到如今的改变 台电基隆区处要给民众有感 我们用最少的经费 然后最大的心力来改变我们的软体 让我们基隆的用户 来到我们用户厅里面 有耳目一新的感觉 最近我们结合在地文化的特色 然后我们用统一意向的概念 把我们一些标示 很清楚的把次体颜色统一 让民众进入我们的动线 就很流畅的找到 他所需要申请的位置 然后我们把我们的绿化盆栽 集中摆饰 用简单的造型来迎宾 而民众想要申请电表 透过触控式萤幕就可以操作 或者是要查询用电记录 只要连上网路 在这里都可以一直查到 另外还有电视随时播放地方特色 及台电教导民众节能减碳的方法 我们播放了我们公司节用电 用电安全电价调整 还有我们的企业形象 这个正面信息 我们还搭配了我们在地的 比如说我们基隆 游礼振兴相伴 我们山海的港都风光 工作人员也要上课 连续十一堂的课程 让民众感到服务态度的改变 非常好 大家都笑嘻嘻 立化了 以前没有啊 以前是板子 现在比较立化 透过软硬体设施的提升 让民众有感 也激励员工要有更好的服务 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